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上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烟熄悟 什么原因? 第一个原因 它没有办法冲破多年以来 宋朝所形成的那么一种上下安落 尤其是形成的那种关系网 利益网 它很难突破 甚至无法突破 第二 我们上集说到 庆立新政的时间节点 它是在重新增庇 和庆立合一之间 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庆立新政 失败以后 淹气息骨以后 宋朝和西夏 迁进了庆立合一 用财富 赢得战争 用财富 换得苟且 所以宋朝的路子 它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用我们现在的一句话来说 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 它就不是问题了 但问题是 万一钱没有了怎么办 万一发生钱框了怎么办 何况宋朝的积贫积弱 还继续存在 在庆立新政以后 仁宗仁南继续统治了二十年 在韩琪 在富弊 在文言博 在欧阳修等的辅佐之下 在位时间 四十一年 成为宋朝历史上 在位时间 最长的皇帝 公元1063年 仁宗去世了 他的养子 英宗继位 历史上 往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思过今前以后 人们往往对过去的好认识 记忆犹新 甚至夸大回忆 而对于过去的苦难 往往淡忘 就像杜甫一样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 结合余山的杜甫 回忆开源全圣日 说是公私昌令 巨风 九州道路 无财富 完全忘记了 开源天保期间 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 包括举国上下 寻防着落 包括皇帝和贵妃 醉生梦死 包括流浪的灾民 流落失所的问题 这些问题 对于安史之乱来说 几乎都不是问题 但是 恰恰是这些 后来被遗忘的问题 是量成灾难的 基本原因 宋朝实际上也一样 虽然时时感受到 辽和下的双重的侮辱 和双重的压力 却又悠然地享用 义和的这种方式 来继续度过 那种安乐的日子 无论从经济的发展 文化的环容 民众生活的安乐 和四大幅的 休闲和雅士 绝对不亚于 唐朝的开源天保眼前 但是人们又看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样 强盛的开天盛事 一旦发生安史乱 这样天崩碧烈般的事件 也把你的繁荣 碾压得粉碎 所以宋朝的 很多有识之事 一方面在过着 闲雅的日子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不免仍然是忧心忠忠 如何改变 清理新政以来 没有改变的 极品极乐的问题 如何一反 对辽 对夏的这种颓势 实际上社会 还是需要改革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 无论是伦宗 还是在伦宗时期的那些宰相们 他们经历过清理新政以后 不敢亲眼改革 伦宗死了以后 因中继位 身体多病 更加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没有勇气 去做这件事 那么这件事情的出现 在宋朝 还必须等到 宋神宗的继位 和王安石的横空出世 他新一轮的振作 新一轮的改革 才重新开始 说到王安石 我们也得介绍一下 他有一个著名的外号 叫六相国 他是宋朝 辅州 临川人 也就是现在江西 辅州人 从小好学 而且从天赋来说 他绝不亚于同时代 任何伟大的人 宋死是这样说的 说安石 少好读书 从小好读书 一过目 终身不忘 那太了得了 其主文 动笔如飞 出落不经意 开始看上去 好像看不出什么味道 继承 建者 皆伏其精妙 这个精妙 不仅仅是文字的精妙 更主要是思想的深邃 和他眼光的独到 所以我们看到 任何的好文章 真正的好文章 独不是堆其辞造 都是他的意境 他的利益的高深 清理新政的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1042年 22岁的王安石 以第四名的高名字 中了禁食 中了禁食以后 王安石先 是做了一个官 叫千书 淮南判官 就在扬州一带 管理文书 到了707年 做银县之县 银县在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的宁波了 在银县待了三到四年 人们记载里头说 王安石在内地 三天一世事 什么叫做三天一世事 他不是天天上班的 他三天处理一次公务 大家说有这样处理公务的吗 他这样行不行 他能够很吗 其他时间干什么去了 其他时间读书去了 那么他能不能干好这个直线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干得极其的好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一样 我是在这里干了四件事 哪四件事 第一 是心修水利 该租的堤坝 组织民众把它修好 该疏通的河渠 它组织民众把它疏通好 给民众生活生产的条件 以极大的改善 第一件事 第二 推行轻描钱 在轻狂不解的时候 把库仓里头存的粮食 和钱 带给平民 等到收货的时候 收本钱 然后收一部分利息 这样一来 避免平民 在轻狂不解的时候 收高利贷的盘捕 政府是威力的 同时可以把旧的 成的米 骨子 带出去 而收新米过来 又解决了盘仓和倒仓的问题 所以一举而三得 第三 新办学校 第四 治理社会治安 所以他在银县四年 好评奴潮 民众极其的用户 此后 王岸石又担任了几个地方的职务 都是清明官 因为宋元明清时期 把福州县 他的官员称之为清明官 因为他们和底线民众 要接触的 在这个过程中 王岸石不但对民众的疾苦 有了更多的了解 同时也积累了实证的经验 这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官员 包括著名的 你像欧阳修 像文彦博 都不断地推荐 王岸石到开封做官 但是王岸石一概谢绝 你越是谢绝 大家越看重你 越觉得你谦虚 觉得你谨慎 你越是想跑官要官 大家越封闭你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官场习惯 古讯有云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自唐太宗李世民时代起 必须先存百姓的理念 就一直是治国理政的 省事横言 在王岸石看来 为官一任 就要造福一方 所以在任银县之县时 王岸石就将亲民 作为头等大使 一切想民之所想 忧民之所忧 用最务实可靠的方法 为百姓排忧解难 王岸石所推动的 一系列为民工程 不仅让银县百姓 如沐春风 更是让大宋朝廷 看到了新的希望 那么王岸石 能否顺利地将自己的政治智慧 推广到全国 在这一过程中 他又会遇到哪些阻力呢 一直到伦终的加油三年 也就是公元1058年 就像范仲淹的心理心政一样 在千呼万况之中 王岸石终于来到了开放 来到开放做什么 做杜智判官 这个官位 这个官位韩旗也做过 那么这是中唐以来 形成的一种制度 唐朝中期 把原来户部的职务 分成三块 叫户部 度资 还有盐铁 有的时候叫盐钱 那么户部就专管人口 土地和税收 两税 度资 管国家的财政支出 预算 那么盐铁 管工商税收 等等 那么王岸石 在这个职务里头 包括在自己过去的 仕途的经历里头 开始越来越认清楚 宋朝的所谓积弱 宋朝的所谓积贫 当然宋朝人不一定这样说的 是怎么形成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一种报复 他长期以来积累的一种 想向国家 献身和报效国家的这种愿望 开始迸发出来 于是 给伦宗皇帝上了一道书 这道书叫严寺书 由于这篇文章 长达将近一万字 所以伦们又把它称之为万严书 由于后来 伦宗死了以后 庙号是伦宗 因此王安石的这篇文章 收集到极致的时候 又叫做上伦宗皇帝 严寺书 在这篇严寺书里头 王安石可以说是 详细谈了自己治国的理念 也为十年以后 他推进了改革 提供了一个思路和纲力 第一 王安石在这个严寺书里头 提到当时北宋 所面临的问题 他认为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财力日以困穷 而风俗日以衰快 我们看到的是财力的问题 根子实际上是风俗的问题 大家都追求享受 追求重乐 但是朝廷的财富 在日益减少 第二 王安石认为 导致这两大问题的 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是我们现在 放弃了先王之政 什么叫做先王之政 王安石的先王之政 不是指秦皇汉武 唐宗宋子和宋朝的太宗 宗宗 这一代代传下来的法律 不是这个 是指二帝三王 什么叫做二帝三王 姚帝 顺帝和夏商周三代 他说是因为没有执行 这个先王之法 但是王安石显然怕别人 说他迂腐 他表示 孝先王之法 不是孝他的行 而是要学他的神 第三 那么什么叫做 先王之法的神 王安石这里头提出 他理财的基本思想 后来的王安石变法 他的基本思想 在这里出来了 他要怎么理财的 因天下之力 以身天下之财 取天下之财 以供天下之费 自古自事 就是自古 那种自立的比较好的时代 这种人民太平 国家强盛的时代 这叫自财 未尝以不足 为天下之功换 从来没有 说是有什么财富不够的 换在自财 无其道尔 换在哪里 你没有理财的理念 没有理财的方法 这是王安石首次提出 因天下之力 来生天下之财 取天下之财 来为天下之费 这么一种思想 第四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 重在哪里 重在人财 王安石特别提出 现在不但朝廷之上 缺乏人才 民间也缺乏人才 你不要以为 说是人才 没有选拔利用 是整个社会 就缺乏人才 然后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教育 所以第五 王安石认为 缺乏人才的根本 是教育的问题 金字交着 非特不能承认制裁 又从而困苦 毁坏子 是不得成财 这句话似曾相识 教育是培养人才 但是有的时候的教育 王安石认为 他那个时候的教育 不但不是培养人才 而是摧毁人才 所以他希望 伦宗皇帝 民造大臣 之所以逃成天下之财 内之以谋 既之以术 为之以贱 其为何于当事之变 所以整个的严实书 大部分篇幅 是在谈 如何培养人才 如何教育人才 如何储存人才 如何发现人才 如何任用人才 如何保护人才 要让社会 让学校 来培养出 适合时代需求的人才 这样人才 就不缺乏了 为了引起 伦宗皇帝 对他自己这个严实书 高度的重视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一天到晚 再向皇帝提建议的 这些人是多得不及习数 皇帝一天不知道要看 大臣 小臣 乃至微臣的 严实书 王恩师为了提醒皇帝 你不要把我这个严实书 认为是轻而易举得来的 要重视 他加重了一句话 说臣之所称 留宿之所不讲 我现在所说的 和留宿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这个观点 当今义者认为是 愚固而孰难之一 他们会认为 我的话是老生常态 希望陛下留宿而察知 我们曾经在 《学堂五代》里头 说到过一个人 谁 魏征 魏征曾经向李密提过建议 但是李密认为 他的话是老生常谈 实际上往往一些 老生常谈的话 是最经典的意见 后来清朝有一位 叫蔡上祥的 写汪金公年卜考略 对这一份严实书 给高度的评价 说是秦汉而下 未有几次者 秦汉以来 没有哪一篇 赵书比得上这篇文章 一个是篇幅之大 再一个是看社会 看问题 认识之准 和气势之磅礴 我们读到这个严实书 也不仅为它的文采 特别是为它的 这种逻辑所折服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不是王安石的角度 我们看放在一个 当道者的角度 执政的角度 看王安石的这个严实书 可能会产生其他的想法 当时的宰相是谁 做民族人物 一个是傅碧 一个是韩启 他们曾经是范仲淹 新政的 积极地拥护者 和推动者 但是这个时候 做宰相的时间长了 他的想法发生变化了 由过去的思辨 慢慢地改为 希望守长了 改变为不希望折腾 处于不同的位置上 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等一下我们还要说 即使是王安石本人 他的位置发生变化 他的想法也发生变化 到了公元1063年 伦宗皇帝去世了 王安石的这个严实书 就是给伦宗皇帝上的 到了1067年 英宗皇帝又去世了 神宗继位 神宗继位的时候 虽然不到二十岁 却是具有极大的抱负 他既有汉语 父亲的碌碌无为 又痛心于 大宋长期以来的 面临着夏和辽里 双重压力 所以他立即要改变 这种现状 既要为父亲 套换一个公道 也要振兴 从太祖太宗以来 大宋的这种职业 公元1067年 宋神宗赵虚继承皇位 成为了大宋第六位君主 在他继位之初 便发出了穷无国者 兵野的叹息 庞大的军匪开支 和冗杂的官路之初 让宋朝国库 早已入不敷出 冗官 冗兵 冗废 正是这太平盛世背后 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 此时的宋朝 虽然拥兵百万 却频频遭受外敌的袭扰 除了契丹和西夏 这两个强敌之外 连南方的诸多小国 也敢屡次犯边 初登大宝的神宗 根本无法理解 泱泱大宋竟然会变得 如此鸡贫鸡弱 他清楚地认识到 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 当务之急 便是找到一位 能够帮助自己 安邦治国的治世良辰 很快 才能出众的王安石 便进入了这位 年轻帝王的事业 那么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 王安石的政治抱负 能否真正施展 他又会在哪些领域 开展兴力除弊的工作呢 那么皇帝有这个想法 他就得找 志同道合的大臣 这个时候的宰相是谁 一个仍然是韩旗 韩旗为宰相 特别是为首相 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为宰相时间越长 他们的那种不图变 而求安稳的这种心态 也就更甚 所以他不符合 申宗皇帝的要求 那么谁才符合 王安石符合 申宗皇帝 他从小的时候 就喜欢法家的学说 特别喜欢韩非子 而且读过王安石的 上伦宗皇帝宁寺书 极其的敬佩 所以他继位以后 立即给王安石 一个新的职务 什么职务 做江陵之父 但是不久 立即把他遭到东京开封 不久 又将其立为宰相 在这个过程中 神中也很有意思 向王安石交替 说人皆不能知青 世上的人 都不真正了解你 以为青 但知经术 不想事物 说你只知道学问 知道经术 但是你不懂得 人心事故 你做宰相 执政 那是不可以的 那么王安石实际上 也听过这种预论 有人就认为 他不适合做宰相 谁 当时的宰相 韩奇 当 神中 和韩奇商量 说王安石 现在做了 参子政事 能不能再 上一位 做宰相 韩奇当时 就否定 安石为汉林学士 这有余 他做个汉林学士 他是绰绰有余 但是出 辅逼之地 是不可 他是不可以 做宰相 为什么 认为他是个颅者 甚至可能认为 他会把事情搞坏 既然是这样 韩奇 主导王安石 执政 韩奇就必须离开 另外一位 是曾公亮 这个时候快起死了 也让他退位 那么王安石 面临着 韩奇的这种 对他的评价 他跟神中皇帝交底 说实际上 这才是书生之谈 什么叫做金术 金术是有金又有术 是金氏之物 如果只知道金 而不知道术 他是个颅者 如果他只有术 而没有金 他可能是个小人 如果既无金又无术 那就是个雍者 那么神中皇帝非常高兴 说现在我才真正知道你了 对王安石开始佩服的五体投地 对于这个安排 退休的宰相曾公亮 有一个说法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说上语戒谱 如一人 戒谱是王安石的字 此来天也 只有当皇上和王安石遇上 并且一见如故 并且君臣如一人的时候 这大概是天意 宋朝的改革开始 当然这个天意有两解 我们可以理解为 他认为是大宋 好日子就要开始的天意 他也可以理解为 大宋的好日子 就要结束的天意 所以为什么说立场决定观点 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看法 在神中的权力支持下 王安石全力推进新法 那么他的新法一共分成三个方面 首先是复国之法 复国之法六条 农田水利法 清苗法 军书法 四义法 免疫法 方田军税法 涉及到农田水利 涉及到农田的改造 涉及到市场的经济 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 我们以后还要不断地谈到 第二个是强兵之法 主要有四条 宝甲法 宝马法 自降法 军机建法 这些法将对宋朝的极弱 产生非常重要的牛转作用 第三 取士之法 主要有三条 太学三舍法 共举法 为财四举法 王安石在上伦宗皇帝 严世书的手 就特别谈到 对人才的培养 对人才的选拔 对人才的任用 那么他专门有一批法 来培养人才 和选拔人才 由于心法的推行 是在宋神中的西陵年间 所以这个就叫西陵心法 这个西陵心法 比起范仲淹的 清理心政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 是目标非常地明确 什么目标 就四个字 复国 枪兵 而在复国这一项 和清理心政最大的区别 清理心政是主张截流的 而王安石的心法 它是主张开源的 所以这个开源和截流 是两个法 最根本的不一致 那么这些新法 在王安石 特别是在宋神中的 亲自过问之下 它向全国各地推进 一个是雄心勃勃的青年君主 一个是胸怀天下的智势能臣 在改变大宋 积贫积弱的困局面前 宋神宗与王安石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宋神宗给了王安石 无比的信任 而王安石 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 终于实现了自己 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 以复国强兵为核心思想的 西宁心法 已经颁布 如三月的春风 使得原本木气沉沉的宋朝 重新焕发了生机 那么王安石主持的西宁心法 究竟在经济上 取得了哪些成果 在实现复国目标的同时 强兵的愿望 又是否能够得到实现呢 请继续收看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 为您轻轻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宋辽金元篇 西宁心法 我们先以清苗法为例 就一个清苗法 每一年所收到的清苗利息 是多少 三百万罐 这个三百万罐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宋朝全年两岁的 百分之六 大家说这不是比例很小吗 但是注意 这百分之六 一分一离朝廷都可以用的 它是机动经费 而两岁的涉收 它很多是一些固定的经费 它不是机动经费 另外 相当于北宋 当时每一年海外贸易税率五倍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点 如果我们看它的总体的成果 宋朝的人也有评价 一直到神宗去世以后 折中继位 人们编撰神宗的实录 有这么一段评价 说原封间年古旅登 急俗塞上 盖数千万弹 而释放长平之前 不可慎祭 余才贤责 至今蒙厉 一直到折中的时期 还在用汪安斯变法时候 富国所积累下来的财富 而原有初年 也是折中时期 一位富不上述 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数据 说现今长平 仿场免于急剩钱 共五千余万贯 散在天下周县 灌手不用 除县钱外 现在古博 富有二千八百万弹 皮登 粮食是用弹计算 捐薄是用皮计算 积累下来多大的财富 所以他的复国的目的 王安斯变法 毫无疑问是达到了 另外强兵也见成效 强兵见哪里 强兵第一 向西线 那么王安斯变法的过程中 在复国的过程中 第一个考虑点 是要把一部分财富 放在强兵之上 放在和辽和夏的对峙之上 这里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叫做西河之域 因为神宗和王安石都认为 自从李元昊以后 给北宋带来巨大编换 已经不是辽而是夏 所以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夏 但是不正面和夏发生冲撞 往哪里走 往西部开发 那么主张这个见解的是什么人 一个叫做王韶的 江西德安人 那么王韶中了近视以后 由于常年在底层 他觉得没有巴西 自己的价值 所以游历在西北边境 出路于汉民族 枪民族 党项族 的部落和民居 对当地的形势 有很多的了解 回来以后 王安斯变法 他向神宗上了一个书 叫《贫农册》 我们看看他这个贫农册 是怎么说的 说国家欲之私下 当父何皇 何皇库 则膝下有父辈之忧 自堂前缘以后 吐博献何龙 至今董真不能之助枪 而仁之为部 莫相同意 一以识并有志 以决下仁之又毕 什么意思 何皇在哪里 就是现在陕西 四川 甘肃 青海 交界的那一县地区 那么这一带 自从安史之论以后 被吐博占据 但是现在吐博 他分为各部 董瞻就是吐博的部落首领 他没办法统一 各个羌族 人之为部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大宋把它统一起来 那么将斩断西夏的右臂 这个平农册 和当年张谦收使西域 它是一个思路 那么在这个思路的推动之下 深中特别的重视 把王少安排在陕西 而王安石 清除一切 阻挠王少决策的这种官员 结果经过两年的时间 拓编两千里 设立六个州 那么整个的 现在的陕西 四川 甘肃和青海交界地区 都被宋所有 这可以说 自从平北看以后 大宋 近八十年 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军事声明 而另外在这个时候 安南也在闹事了 但是同样的 被已经在墙边的大宋 把它驱赶出去 不但驱赶 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几个地盘 献给宋朝 所以王安石通过变法 宋朝不但地在复国方面 而且在墙边方面 得到了明显的效果 不过这里 又不得不提 当僧众去世以后 北宋的形势 出现了反复 出现了翻盘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